一生都有福的人 有这四个特征 尤其第四个男的人这一生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过得顺顺利利 有好命好运 一切如意 过得平安顺遂 活得高兴快乐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有福之人 平安吉祥 太上康 感应天曰 福或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自己的一场因果 一个人要享有福气 少灾祸 就要存好心 做善事 积极为人 与别人结善缘 和平共处 佛说 一切为心造 一个人的吉凶祸福 最终 最终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生活中 一个人的心态最重要 如果始终朝着前方努力前进 人生一切都会朝向好的方面发展 成为有福的人 如果消极颓废 游戏人生混日子 一个人的一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握自己 始终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而不是把一切都托付给命运 一生都有福的人 有这四个特征 你有几个 一 心宽量大的人 一个人心宽量大 能够容得下人容的下世 能够善待自己 也能善待别人 内心宽厚 心量如海 能够容那百川细流 就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富有 变得身后博大 心宽量大的人 必定一生都能留得住自己的福气 心宽量大的人 不苛责于人 能够原谅别人 包容别人 心中能装得下一切 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都不会去介怀 既不会和别人计较 也不和自己赌气 厚得载物 有容乃大 这样的人 就是做人厚道 有自己的福气 宰相肚里能撑船 将军额头能跑马 宽宏大量的人 既放过了别人 也放过了自己 心中没有烦恼事 自己过得高兴快乐 和别人接的也是善缘 这样的人意生活的达官 心中没有压力和烦恼 水太轻则无余 人太轻则无福 一个人无论什么事都分得清清楚楚 是非恩怨太分明 往往就会变成了刻薄 斤斤计较 互不相让 为自己的人生带来麻烦和灾祸 二 心态良好的人 生活中态度决定一切 无论生活发生了什么 都不要悲观失望 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去应对 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人生永远都会有好的未来 只有良好的心态 才会有面对苦难生活的勇气 战胜困难 迎来好运 你怎样对待生活 生活就会怎样对待你 你勤劳努力 就会有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在生活中懒惰混日子 生活就会还给你一无所有 任何时候 有积极的心态 心中始终充满正能量 不向生活低头 不屈服于命运 积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 人生就会有良性的发展 为自己带来好的命运 没有谁的人生会永远一帆风顺 也没有谁的生活 永远不会遇到艰难困苦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变数 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和对待生活的态度 能够积极乐观 心态良好 充满正能量的人 遇到再大的挫折 也会挺过去 迎来属于自己人生的顺利和幸福 三 一生都在学习的人 人生就是一个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 一个人最怕自己什么也不会 还不去学习 始终让自己头脑简单 一无是处 一个优秀的人 始终在提高自己充实 自己 一生都学习不屑的人 任何时候都会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活到老学到老 一多不压身 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 才会武装自己的头脑 成为学识渊博的人 聪明智慧的人 拥有别人所不具备的知识能力 让自己能够在生活中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竞争的时代 只有不断学习 才会尽跟时代不落伍 也会让自己在竞争中能够胜出 成为人生的赢家 一个人能够读书学习 一辈子都在不断进步 这样的人才最优秀 也最可怕 任何时候都会是生活的佼佼者 处在社会的上游 成为福气满满的人 四、一生善良的人 一个人的生活 就是自己的一场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个人能够一生坚持善良 存好心 做善事 积德行善 就会一生福气 相随相伴 一念为善 福虽未至 或已远离 一念为恶 或虽未至 福已远离 吃亏是福 人善人欺天不欺 善恶到头中有报 一个善良的人 起心动念 都是善因 也许会吃亏受欺负 但绝对不会吃大亏 遭大祸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恶人必定会受到惩罚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都在做好事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一生善良的人 至少无愧于天地 活得心安理得 积德虽无人见 行善自有天知 上天从不会亏待一个善良的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一生善良的人 心怀慈悲 善待别人 利益别人 必定也会一生有好的命运 福气多多 一个人有没有福 都是自己怎样为人处事 怎样选择生活的结果 有以上四个特征的人 一定会一生都有福 好运连连 你有几个 有这四个特征的人 越老越有福 一生成败看晚节 一天的诗看黄昏 一个人有没有福 到老了 才会看得清楚明白 人生最怕晚景凄凉 一个人年轻时 吃苦受累 未必是坏事 因为它会激发你的斗志 让你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 一个人年轻时太过顺利 太过安逸 未必是好事 因为不经历艰难困苦的考验 就承受不了人生的不如意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自己的一场因果 中瓜的瓜中豆的豆 福善或饮 都是自己的一心所造 成功失败 都是自己必须接受的结果 你对生活做了什么 生活就会还给你什么 当我们老了 生命的考验也就来了 没有年轻时的资本 人生将会变得艰难 这四种人越老越有福 有你吗 一 一生善良正直的人 什么是福 当我们老了 能够活得心安理得 内心清净坦然就是福 不会因为遗憾而后悔 不会因为做了亏心事 而良心难安 不会因为道德有污点而羞愧 不会因为违法犯罪 而让别人只指点点 无脸见人 活着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遵守道德和秩序 不做伤害别人的事 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不做见不得人的事 能够活得光明磊落 才能够心安理得 立直气壮 人生任何时候 都要把做人放在第一位 才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 身正不怕影子歪 堂堂正正做人 才会有安稳的日子 才会有幸福的未来 人善人七天不期 选择一生 做个善良正直的人 才是一生的福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人之未善 如同春圆之草 不见其增确日有所长 人之为恶 如同磨刀之时 不见其少确日有所损 一生善良正直的人 累积的就是自己的福气 越到老了 才越会显出自己的福气 二 年轻时积极努力上进的人 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 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和结果 无论干什么 都积极努力的人 充满正能量的人 才会取得好的成绩和成就 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财富和名利 也让自己在晚年有好的结局 人无远率必有尽忧 年轻时不为生活做打算 不好好过日子 就会为晚年生活埋下痛苦和隐患 人生最怕老来贫 没有财富的积累 没有存款和积蓄 到老了就要过苦日子 年轻时努力拼搏 不怕吃苦受累 为自己挣的财富和荣誉 把人生规划好 把日子打算好 到老了就有自己的老本 就会活得有自己的尊严和底气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人生所有的苦都不会白受 你的每一份努力 都藏在人生的结果里 年轻时吃苦受累 才会换来老年时的幸福和安逸 三 始终善待自己的家人的人 人生最怕晚景凄凉寂寞 到老了无人管无人陪 在孤独中走向生命的终点 年轻时多荒唐 年老时就有多荒凉 那些晚景凄凉的人 有太多的人都是自作自受 因为年轻时 没有善待自己的父母和爱人儿女 到老了报应也就来了 你是怎样对待父母的 你的儿女就会怎样对待你 父母是儿女的镜子 你能够善待自己的父母 孝顺自己的父母 为自己的儿女做好了榜样 到你老了 你的儿女也一定会善待你 孝顺你 你的言传深教会影响到 儿女的德性和人品 所以孝顺父母才是自己的福气 少年夫妻老来伴 真正能陪你 到最后的是和你相濡以沫的眼前人 善待自己的爱人 才会有老年时的守候和陪伴 让自己的人生走得不孤独 为人父母者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无论多苦多难 都要把自己的儿女养大成人 让他们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到老了才会有儿女的善待和孝顺 生养之恩大于天 有许多人年轻视不尽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 到老了却要求儿女养老 儿女不养你才是正常 四 始终关注自己健康的人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健康的身体 人生一切都是空 但我们老了 还能够拥有健康 才会有生命的尊严 才会有自己的福气 人生任何时候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才是真正的聪明和智慧 不要因为年轻 而去放纵自己的欲望 亏损自己精气神 不要为了挣钱 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和体力 一旦失去健康 就是千金难买 亏控自己身体的除了过度操劳 就是放纵欲望 生活不规律 不检点 不自律 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放在眼里 长此以往 这个身体有一天 就会为你带来苦果和报复 健康的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什么房子 车子 票子 位子 没有了健康的身体 一切都不是你的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你才会享受到物质财富 带给你的满足和快乐 才会有晚年的健康长寿 以上四重人 才会越老越有福 愿你也是有福的人 能感受到老年的岁月静好 人活着 有钱享福 最重要 一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福可享 有多少钱可以用 其实都是注定的 有些人拼了命地挣钱 以为自己能够过上好日子 到头来拼没了身体 到头来拼没了健康 也没想到福 有些人 在工作的时候 即使也是很努力的工作 但是却总是劳逸结合 该休息的就休息 虽然赚不了什么大钱 但也能安稳度日 或许你会说 不拼命能生活吗 尤其是现在 手里没点积蓄 生病都生不起 有这样的视频 一位妈妈没开空调 把电风扇让给了儿子 以至于自己最后被热死了 所以 也没必要太节约 你太节约了 如果说已经危及到生命了 你有再多的钱 你的命再也买不回来了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到底图什么 很简单 就是好好活着 二 有命享福 钱才重要 如果说你连命都没有了 你还谈什么享福 你还谈什么钱 有用吗 你能够想到吗 你能够用到吗 有时候 人呢 就是一根筋 就是想着 我省一点 一天省一点 那我就能省下好多钱 因为生病要花钱 因为家里有老人要照顾 因为孩子要上学 各种各样的理由 或许都是真正的理由 但是 前提是你的保证自己有这个命 如果说你连命都没有了 你还谈这么多干什么呢 你得有命 让你的家人能够想到你的这些福 你得让你的家人能够有这个机会 所以 不必太焦虑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过好当下就好 把每一个当下过好 未来也一定会好的 如果你当下都过不好 如果你当命都没有 那钱再多 又有什么用呢 有命享福 钱才重要 三 命是第一 钱是第二 一个是命 一个是钱 你会选择命还是钱 答案应该不用说 那自然是命 如果说 哪怕给你再多的钱 但是代价 就是要付出你的生命 你还愿意吗 因为再多的钱给你 你也没有命花 命是第一 就如安全一样 命就是安全 安全就是命 没有了命 什么理想 什么抱负 什么感情 什么人生 通通都是空的 人只有有命了 才会有之后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没有命 你还想这么多做什么呢 钱虽然很重要 但是在命面前 只能排到命的后面 永远不可能排在命的前面 所以说 人这一生 命是第一 钱是第二 永远记住 永远切记 你只有有命 你的人生才能够有一 你的人生才能够有二 要不然 一切都是枉然的 四 惜命 钱才有用处 如今的社会 压力大 钱确实很重要 没有了钱 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没有了钱 可以说是连生存都很难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而把钱 看得比命还重要 生命只有一次 而钱可以再挣 孰重孰轻 应该明了 有些人压力大 扛不住压力 一时想不开 所以做出了伤害生命的事情 好在有很多人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挽救了生命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但是有一句话这样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你的命还在 你的资本还在 你还怕什么呢 你还愁什么呢 你的命就是你的本钱 你的命就是你革命的资本 你并不用担心什么 走一步看一步 永远不会难住 人啊 要学会惜命 只有学会惜命 钱才真正有用处 钱才真正地用到该用的地方上 该吃的时候就吃 该喝的时候就喝 该用的时候就用 钱是可以再挣 但是命只有一次机会 人生真的挺匆忙 人生真的挺无常 我们何必要处处把自己网绝路上逼呢 五 别太拼命 钱能再挣 命只有一次 也许有时候 你觉得你还可以熬 你觉得你还可以挺 但熬着熬着 但挺着挺着 你就倒下了 所以 人活着 欲望不要那么大 贪念不要那么大 不要总想 我这个也想要 我那个也想 先把当下稳住吧 如果说你的能力 只能够稳住当下 你硬要自己稳住明天 你拼尽全力 你竭尽全力 你还是稳不了 你消耗了自己的生命 而你的生命是有限的 你不能够拿你有限的生命 去做无限的事 你的身体是会吃不消的 不要想着 那些第一的人 今天做了多少业绩 那我也今天 要做多少业绩 你看 那是第一 而你 却不是第一 你跟第一之间的差距有多少 你要和第一去比较 你这等于是 把自己网绝路上逼 你可以和你同一起跑线的人比 你们的能力 是旗鼓相当 你可以去学习第一 但是你却不能和第一去比拼 但是你却不能和第一去拼命 因为当下你们的能力 是不可能平等的 还是那一句话 别太拼命 钱能再赚 命只有一次 人老了 与子女相处 以下东西藏得越隐蔽越好 一 家 就像一把巨大的伞 父母和孩子躲在下面 躲避风雨 在孩子心里 父母是撑伞的人 但是父母会渐渐老去 或许有那么一天 会觉得这把伞太重 无法再平稳地撑起 随着年龄逐渐增大 许多父母 面对很多事 已经变得力不从心 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怎样去经营 也是一个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年轻时 对子女倾心付出 想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 都给予子女 但是人老了 退休后 作为父母 对子女隐藏一些东西 反而更有助于 家庭发展 曾国藩说 话不说尽有余地 是不做尽有余路 情不散尽有余韵 人老了 与子女相处 以下东西藏得 越隐蔽越好 二 藏起坐享其成的心态 自食其力人生路上 在自己能自食其力时 收起养儿防老的观念 活着 就要藏起坐享其成的心态 靠自己的能力 打理自己的生活 否则 就会活成他人的负担和累赘 时间久了 便容易被嫌弃 都挺好中的苏大强 在妻子去世后 他便想坐享其成 依靠子女度过余生 为了让自己活得有面子 他想跟着明哲出国 虽然没去成 但是影响了明哲与妻子的感情 和明成一起生活后 更是一会一个主意 给明成夫妻俩的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后来明哲给他买了房子 他又想雇个保姆 再三挑剔 遇到菜根花 又闹初想和他结婚的事 子女们的生活本就压力重重 被父亲一闹 明哲差点和妻子离婚 明成的事业遇到了重大危机 明哲跟着操心花钱 一家人的平静全部被打破 如果在变老的路上 总想着坐享其成 势必会增加子女的生活压力 而且还有越界的行为 美国婚姻专栏作家亨利 克劳德说 越界者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越界 因为刺痛的都是别人 人老了 对子女不能有太强的依赖心 总想着自己能有更舒适的生活 却不曾想会给孩子们 带来多大的困扰 如果什么都想要子女帮忙 好光子女的耐心 往后的人生路会更加难走 三 藏起养老的积蓄 让子女保持独立人老了 不要直白地把钱都给子女 藏起自己养老的积蓄 莎士比亚说 金钱是个好兵士 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 子女们还年轻 有蓬勃的朝气 有大把的机遇 只要肯努力 一定会找到属于他们的人生舞台 实现自身的价值 如果把太多的钱都给予他们 子女不用努力就可以轻易获得一切 子女在年轻的时候放弃努力 那么当他们有一天 失去父母的养老金作为支撑时 他们会不知所措 甚至都不能好好地生活下去 从长远处打算 父母不给孩子啃老的机会 让他们学会独立 才是正确的选择 人生路上 别过度溺爱孩子 因为溺爱只会让子女不懂得自食其力 习惯性地索取 藏起自己养老的积蓄 让子女保持独立 更有利于子女将来面对生活 同时 自己手里有钱 也能活得有安全感 有底气 四 藏起炫耀的心 保持淡然的心 与他人相处人老了 不要总是说自己曾经多么辉煌 也不要总是提及自己有多少积蓄 做人应该低调内敛 别因为炫耀 而让子女心里有很强烈的优越感 哪怕父母功成名就 和他也没有太多的关系 父母那一代人努力 抓住机遇 创造了财富 有一定的名望 这些都是努力的结果 如若子女想要更好的生活 就要学习更新的技术 学会提升自己 靠自己努力去打拼 如此才能守住家业 并且不断地发展 在变老的路上 藏起自己炫耀的心 保持淡然的心 与他人相处 给子女正确的引导 让孩子不焦不燥 多给孩子讲讲创业的艰苦时期 让他们懂得拼搏的意义 给予孩子足够多的空间 让他自由地发展 不管家境如何 有怎样的背景 必须自身有能力 才能有一番作为 作为父母 做人低调 沉稳 那么 孩子也会耳濡目染 脚踏实地地好好做人 人到晚年 也需要完善自己 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人应该活到老 学到老 人生很短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值得你去探索 不要以为老去 就变得无所事事 与子女友好的相处 培养他们拥有更高的学识 更强的能力 懂得感恩和回馈 有一颗谦虚谨慎的心 人老了 保持淡然的心 好好生活 不管之前 获得过多少荣耀 积累了多少财富 都不应该成为炫耀的资本 保持空碑的心态 不忘初心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在职场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退而求其次 心中有大道 无事不可行 人在职场 哪怕一开始被人瞧不起 但一心做个自己尊重的人 懂得退而求其次 也终会在一次次挫折和打击中 实现人生的叠变 一 面对蛮横无理 懂得退而求其次 避免被烂人烂石 拖垮 人生旅途上 总会遇到各种 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如果不懂得 避其锋芒 退而求其次 只会让自己陷入泥闹 不可自拔 职场上 吃软怕硬 七生怕熟的现象 最是常见 不管你做得多好 总有人会跳出来 批评 指责 甚至算计 陷害 比如 分配工作任务时 将最难啃的硬骨头 分配给最老实本分的人 当此前遗留的问题再次出现 他们往往一边拍手看热闹 巴布的你出事 一边装作协调配合 又是吹嘘自己 如何当合适老 又是指责 你能力不行 比如 合作共事时 只管当二船手 将工作领回来 将功劳权占尽的小领导 时常摆出一副遗址气使的样子 时常功劳苦劳权占尽 还要抹黑下属 正如有句话所说 这个世界上 总有人无缘无故对你使坏 也有人就是对你好 你只要时常想起那些对你好的人 便会忘记那些不愉快 真正厉害的人 对这些闹心的烂人烂事 已经建立起一道安全屏障 不管他们如何闹腾 如何窜多 都只是像个看客一样 不被激怒 让他们尽情地当小丑 展露人性最丑陋的一面 二 面对出名机会 懂得退而求其次 忠实于内心的选择 诸葛亮和庞统的老师司马威 是东汉末年隐世 他精通其门 兵法 精学 为人清雅 又知人之名 当刘备找到他时 他却并未亲自出山 而是向刘备推荐了弟子 诸葛亮和庞统 继续过着隐居的生活 司马威就这样隐隐约约出现过 与那个群雄敬竹 风云变幻的激荡年代 显得格格不入 但正是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 让他婉拒了成名的机会 而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日子 人到中年 人们一方面担心自己没有才华 能力不济而被淘汰出局 一方面担心自己没有机会 与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 势之交臂 所以 很多人总是匆匆忙忙 看起来做了很多事的样子 却因为积极于功名而身心俱疲 这并没有错 也是绝大多数人谋生的必经之路 然而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退而求其次 与其为名利所类 不如选择无官义身轻 做个有实力的边缘人 既能靠着一技之长养家糊口 又能免去了暗毒之劳行 私逐之乱耳 在我们身边 不乏这样退居二线的人 当职位 级别上升到一定的层次后 便以种种理由婉拒任务 推脱责任 落得清闲 他们当中 有人选择辞职 从此一门心思 爱我所爱 行我所行 有的人选择让贤 不再担任领导职务 不再活跃在前台 而是甘心情愿 退居幕后 做他人的铺路时 日子与周围人的不一样 越来越明显 不在乎世俗意义上的拥有和获得 只求无愧于心 三 面对胜券在握 懂得退而求其次 让对手心服口服 在人们的印象中 晚清重臣曾国藩 是个儒雅豁达 圆滑通透的人 之所以如此 与他早年遭遇的挫折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他的朋友 幕僚欧阳兆雄的看法 曾国藩在思想上一生三变 第一阶段 在京城做官时 以成诸礼学为依规 第二阶段 办理军武前期 崇尚法家思想 还想写一部挺经 以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 以至于让他处处碰壁 各种关系都没有处理好 第三个阶段 办理军武后期 崇尚老庄思想 奉行敬圣代 益圣欲 知其雄 守其词 也就是说 他时常以认真的态度 战胜自己的懈怠 用正义的原则 战胜个人的欲望 我知道什么是雄强 但我要守着柔辞的原则 此后 曾国藩亦以柔道行之 以致成此巨功 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真正厉害的人 哪怕已经身居高位 手握重拳 却懂得了 在人前人后不漏锋芒 将光鲜亮丽 让给他人 自己时常退而求其次 放低姿态 放下执念 以一种稳重 豁达的姿态 成人之美 也成就自己 古语云 桃里不言下自成熙 真正厉害的人 不再是那个 只会展现出 较真碰硬的莽撞形象 而是懂得了 退而求其次的柔韧和坚守 也许 一次次跌倒 再一次次爬起 一次次受挫 再一次次坚强之后 人生便有了一件 无懈可击的盔甲 柔韧至极 进退自如 家庭变兴旺的三大效应 年于效应 调于效应 杀于效应 明贤吉里说 长江有日思无日 末代无时享有时 过好日子的时候 要想一想日后 可能会变穷 千万不要 等到失去了一切 才回忆过去的生活 人生如此 家庭也是如此 想要持续兴旺 那就要珍惜当下 从幸福走向幸福 每一个兴旺的家庭背后 都有一些不对外人名说的 至家方法 若是家长持家有道 其他成员密切配合 就能个个如鱼得水 要懂得 家庭变兴旺 需要三大效应 年于效应 调于效应 杀于效应 一 年于效应 互帮互助 彼此成就 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 但是运送沙丁鱼成为了一个难题 因为杀丁鱼暮起沉沉 很容易窒息 有人在杀丁鱼里 放入了好动 凶猛 廉价的鲶鱼 杀丁鱼看到鲶鱼 到处躲避 因而活蹦乱跳的到了运输目的地 这就是鲶鱼效应 相比之下 杀丁鱼的价格贵很多 鲶鱼却很便宜 但是两者相处 因此都变得贵气了 廉价的鲶鱼也身价倍长 把优秀的人和不优秀的人放在一起 并不会拉低人的层次 反而会形成彼此抬举的模式 俗话说 一亩生九子 连亩十个样 一家人 不可能个个都优秀 总有人在社会底层混 但是混得好的人 不要嫌弃底层的家人 而是要看到底层人的骨气和力量 东晋时期 有一个叫谢安的人 他年轻的时候 隐居在快基郡山阴县的东山 他的家族里 有很多人都外出做官了 实力很强 比方说 父谢仆 官制太长 长兄谢义做了豫州刺史 弟弟谢万任西中郎江 谢安一直隐居读书 直到四十多岁 才出山 投奔大将军黄温 在家人的互帮互助下 谢安一路高升 并且在肥水之战中 展示才华 后人把谢安出山 称为东山再起的典故 现在的社会 若是家里有一个人混好了 那么就可以把经验传授给家人 可以引导家人朝着什么方向前进 在金钱 物资 目标引导 读书等方面 都积极支持 我们能想象 你上前一步 我跟进一步 不仅水涨船高 还能彼此携手 就算某个人付出很多 那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强者 人抬人 弱者 人采人 彼此抬聚 芝麻开花节节高 二 条鱼效应 家有牵口 主是一人 动物学家霍斯特经过研究后发现 条鱼体型很小 适合群居 为了长期群居 条鱼会选择一条最强壮的鱼 作为头领 如果失去了头领 群体就乱套了 这就是有名的条鱼效应 有人分析 条鱼效应 是盲从的表现 若是领头的鱼 乱作为 那么群体就乱了 其实不然 正如俗语说的 蛇无头不行 鸟无头不飞 经过若干种家庭运营模式的比较 人们还发现一个规律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北宋的苏氏名声很大 一直在官场混 他的弟弟苏哲也混得不错 但从苏氏的家庭来分析 我们发现一切的幸福都源自于父亲苏询 祖父苏旭 苏旭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 因此在本地 口碑很好 苏旭年轻的时候 不学无术 还喜欢到处游玩 他成家之后 妻子常常对他摇头 表示失望 经过一番思考 苏旭忽然觉醒 开始读书 留下了苏老权 二十七是发愤读书籍的美谈 有一个典故 苏旭写了文章之后 发现文采太差 自言自语 连自己也感到不满意 又怎能让他们在世上流传呢 说完 把书稿放在空地 烧了 经过言传身教 苏氏 苏哲就酷爱读书 家庭也变成了书香门第 宋朝的文人 写下一句谚语 苏文生 吃菜根 苏文熟 吃羊肉 也就是说 把苏家的文章学透了 那么你就翻身了 每天可以吃羊肉 一个好的领头人 拥有强大的向心力 也能够调节家庭的氛围 把握大局方向 若是个个都是领头人 或者没有人愿意带头 家庭一盘散沙 谁都不好受 三 鲨鱼效应 进取不止 目光远大 鲨鱼看起来很凶猛 但是有一个弱点 没有钓 还属于软骨鱼类 只要停止了游动 鲨鱼就会下沉 为了在水里生存 鲨鱼一直游动 让肌肉变得特别发达 原本有缺点的鲨鱼 在持续运动中 变成了海洋里的凶猛动物 这就是鲨鱼效应 俗话说 穷不过五富 富不过三代 一个家庭兴旺 不是一代人的事情 而是一代更比一代强 子子孙孙 无穷尽也 不停地赚钱 比守住当下的财富 更靠谱 若是每一代人 都力争上游 而不是靠祖宗的劳本 那么家庭就会有希望 作为长辈 从小帮助子女 建立远大的理想 而不是留下钱财 给子孙享福 逼着子孙去劳动 拼搏 作为后辈 学会靠自己 等自己强大了 又能反补家庭 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 相比之下 我们会发现 那些有家族企业的家庭 更加兴旺 有良好传统的家庭 会形成书香世家 经商世家等 要懂得 一家的天福星 以至为根 几代人的努力 遇到了一代懒惰的人 可以迅速败家 不得不深思和避免 四 哲学家培根说过 幸福的家庭 父母靠慈爱当家 孩子也是出于 对父母的爱而顺从大人 家庭要兴旺 离不开每个家人的劳动和智慧 也不能缺少远大的目标 靠谱的规矩 海洋 江河里 有很多的鱼 但不是所有的鱼 都能强大 社会上 有无数家庭 但不是所有的家庭 都幸福美满 好的家庭 需要经营 从来不是坐等谁来改变命运 家人之间 是血溶与水的关系 好好珍惜 千万别窝里返 总而言之 再好的家庭里 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 很漂亮的一段话 送给每一个坚强的你 演员鱼和韦说 我觉得每一步都不白走 人生就不白走 人生每一步都算数 就算是跌跌撞撞 我们也要好好活着 一个人跌跌撞撞 走对了 是幸运 走错了 自己担住 陌生人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不管我们是不是被爱 我们也要爱自己 即使生活很难很迷茫 看不到希望 我们也要努力 我们也要努力生活下去 要相信来这世上一遭 我们总会有我们的使命 所以尽可能爱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这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 世界上没有白痴的路 那是照亮前路的灯 或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被人爱 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支持 甚至受尽了苦难 受尽了委屈 受尽了伤害 我们尝遍了酸甜苦辣 我们吃尽了苦头 别灰心 别丧气 人生本就是一场苦旅 我们置身其中 感受千百滋味 人生苦是正常的 没有白痴的苦 始终要坚强 因为生活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 当你咬住牙熬过所有的苦难时 你再回头看看 那些你吃过的苦 受过的累 都是照亮你前方的灯 或许你的人生里 有一段时光是非常难熬的 充满了贫穷 饱受孤独 感觉很无助 觉得命运 怎么可以这样对自己 只有你坚强起来 只要你不放弃 那些你走过的路 受过的苦 都会成为你人生路上的垫脚石 正如泰戈尔所说 你今天受的苦 吃的亏 担的责 扛的罪 忍的痛 到最后都会变成光 照亮你的路 人生侃侃可磕 都要挺过去 生活道道难关 一定要坚强起来 才能迎来我们的幸福人生 或许有些日子里 风大了一点 雨下的急一点 天黑的快一点 人有点累 而脚下的沙石有点多 但是只要还想走下去 当你经历过后 最终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人生变化多端 有时候善意被人误会 热情遭到了冷漠 能力不被肯定 成就遭到贬低 决定不被人理解 我们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那么心中的委屈就会越来越多 心情自然就好不了 作家莫言曾说 人生在世 注定要受许多委屈 若想让自己的生命获得价值和炫彩 就不能让他们揪紧你的心灵 扰乱你的生活 想起之前 小心发信息 跟我诉苦 说自己快要崩溃了 心里非难难过 经过了一番诉苦之后 我了解到他原来是在工作上 遭遇了一些问题 又在生活中感觉到触不如意 所以感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倒霉事 就特别多 小心因为生病而请了一天假 却跟主管请假的时候 主管黑住脸对他说 最近公司特别忙 莫多大事情 能不请假就不要请假知道吗 小心对主管说 身体不是不舒服 要去医院看一下 然而主管脸色越来越难看 最后干脆说 那你要是经常请假 就干脆不要干了 主管说他娇气 一点小毛病就要请假 本来就忙 请假了他的活 还要别人帮他干 小心不仅忍受住主管的脸色 还听到了其他同事 也在说自己矫情 小心本来就心里委屈了 而在回家的路上 在地铁的时候 被人挤了一下 手机没拿稳 又摔爆荧幕了 心里一阵阵心疼 本来工资又不高 却又要花一笔 前来买手机了 想到这里 心里发酸 小心忍不住哭了起来 觉得生活怎么 可以这么难呢 我用杨将先生的一句话 回答他说 你的年龄应该成为 你生命的勋章 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 纵使眼里写满 故事脸上依然不漏风霜 你吞下的所有委屈 终将为大你的格局 人生始终有坚强一点 人生中的苦乐 始终只有自己最清楚 那些打不到你的 击不垮你的 始终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哭过以后 擦干眼泪 继续效助前行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每个人都是天使 这个世间最难成就的是什么 不是功名富贵 金钱事业 这个世间最难成就的 是道德的成就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 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 真正的道德是完全牺牲自己 利益别人 利益整个人类世间 佛说 一切唯心造 每个人都是阴地的菩萨 你若爱 这世间都充满美好 你若恨 整个世界都会与你为敌 生活是你选择的结果 你若乐观积极 人生就会有快乐美好的未来 你若消极处世 再好的风光美景 你都觉得的黯然失色 一念是天堂 一念是地狱 人生的紧要处 也许只有一步 利益关头 名利与做人的底线在巅峰对决 你选择了损功肥司 以为别人不知道看不现 越过了道德的底线 你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地狱之门 要想 人不知 除非己莫位 暗示亏心 神目如电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人在做 天在看 善恶到头中有报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每个人的心灵 都是地狱与天堂的门 打开那扇门的手 是你的善恶之念 每个人都是天使 每个人都是魔鬼暴君 爱与背叛 你是选择放过成全 还是得不到也要毁了你 你也别想好过 恩怨是非曲直之间 你是选择原谅 放过别人 以得报冤 还是得理不饶人 一报还一报 许多时候 让我们更加痛苦的 不是事情的本身 而是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后果 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 面对伤害与背叛 你选择的不是理智与善良 你选的是报复与惩罚 也许当时出了一口气 后果是把自己压上了道德的断头台 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伤害了别人 也把自己推进了深渊地狱 人生最难做的事是忍痛割爱 以得报冤成全别人 把善良进行到底 每个人活着都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每个人都会有痛苦伤心 悲观失望 爱而不得 贫穷困顿的时候 在你最为骆驼的时候 在你最需要爱的时候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如果有人落了难 受了伤 你还会不会伸出自己援助的手 当你蒙受了不白之冤 还有人落井下石 当你的热情被别人浇了一桶凉水 当你做了好事 却换来了冷嘲热讽 当你的好心提醒变成了驴肝肺 当你的爱心被别人当成了假惺惺 你是否玄慧对这个世界心存美好 人活着最难改变的是人心 最善变的也是人心 画皮画虎难画骨 知人之面不知心 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好人最难 难的是一辈子 以一颗善良的心 做一辈子的好事 所以这个时代没有圣贤 佛菩萨难成 我们之所以失望 正是因为自己有一颗得失的心 利益的心 做了好事 怕得不到回应 怕别人不领你的情 怕为好不得好 别人误解了你 会急于分辨 别人伤害了你 那还了得 我一定要还回来 一个人如果没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去为善 没有把自己完全打碎 善良也会变成烦恼 因为你会以有所得的心 给善良蒙上尘埃 善良是一所单位 道德是完全无我的牺牲自己 而利益了社会众生 一个人真正的为善 就是彻底地放下自我 一心为功 一个人真正的善良 来自内心的自觉 自觉才能觉他 佛说 每一个人都是因地的菩萨 把善良进行到底 洗白了心灵的尘埃 使天下众生为自己的父母子女 慈悲为怀 终有一天 你会有道德的成就 成就佛菩萨的事业 佛说 每一个人都是佛 菩萨 弥时失度 悟时自度 每一个人都是自信自度 自决绝他 今日 大雪 至我最在乎的人 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2018年12月7日 农历11月初一 大雪节气 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 为您送上真挚的祝福 愿我在乎的人 和在乎我的人 冬季平安 心存温暖 一声问候 一声感动 一份牵挂 一片真心 一 祝福我心中的爱人 天冷了 记得天衣服 冬天冷风乌雁 多保暖 即便是穿得厚厚实实的 都已经不够漂亮了 但你依旧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永远都是 爱你的我 是爱你的心 是用心去看你 你最美的样子 已经烙在我的生命 永远不分离 你的好 我都记得 那是我一生的感动 未来的日子 更加爱你 二 祝福我的父母 儿女外出工作 不容易 但再难 也记得父母 你们的养育之恩 一辈子记得 家乡下雪了吗 这个冬天冷吗 别舍不得穿 舍不得吃 父母年纪大了 就要记得多爱惜自己的身体 别惦记儿女 你们花的钱 我都会努力赚回来 放心好了 再苦不能苦父母 再难 不能难倒儿女 一颗孝顺的心 如果可以 期待父母来我的城市居住 房子不大 但还算温暖 挤一挤 大家温馨就好了 祝愿父母健康长寿 冬日安康 这个大雪 纷纷的冬天 不太冷 父母牵挂我 我也惦记父母 三 祝福我的朋友 朋友 朋友是互相帮助的人 是一生鼓励自己前进的人 有困难找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 一定是这样的 大家互相帮助 一鼓作气 都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身边的朋友 多走一走 大家交流感情 远方的朋友 互相微信 聊一聊生活 增进感情 这个冬天 一个温暖的祝福 让友谊常在 朋友啊 我在想你 在祝福你 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如果真的有难处 请直说吧 我一定帮助你 我一定帮助你 虽然我的力量有限 但朋友多了 大家的力量就无穷了 四 祝福我的知己 知己难求 一辈子一个就很好了 今生有幸遇见你 彼此无话不说 随时随地可以聊天 你是我的心有灵犀的人 是今生最好的缘分 谢谢你 让我每天都快乐 都可以打开心结 都可以有淡淡的思念 都说 知己 不是爱人 胜过爱人 不是亲人 犹如亲人 真的 我感觉到了 那份爱 终身不忘 谢谢你 不离不弃的心灵陪伴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总是有你 那么好的你 我一辈子珍惜 请你 永远不说离开 不能朝朝暮暮 那就做一辈子灵魂伴侣 天冷了 要心暖暖的 身体暖暖的 努力工作 为幸福的将来打拼 五 祝福我自己 出门在外 有苦有甜蜜 当然 也有爱情 还有忙不完的工作 团团转的样子 真的很好 相信自己 人生不会太差 运气也会更好 不管多么忙碌 一定要记得 关爱父母 关心爱人 和朋友联系 和知己谈心 人就几十年 别虚度光阴 工作要充实 精神要饱满 因为身边有爱 这个冬天 不会太冷 这个大雪的冬天 祝福自己 快乐 健康 阳光 幸运 感谢观看